四川一言指主播只因直播是旺开美颜 就被远在东北的榜一大哥连夜坐车将其杀害 难道是主播没开美颜言指太丑 然而看完视频的你就会发觉这是个奇葩的故事 人之出性本善 我来简 你来点 时间 2019年7月19日 地点 四川省德阳市 这天下午2点 警方接到一名蔡姓男子的电话 称自己的前妻死在屋里 德阳警方接警后立即派出法医和民警赶往案发现场 警方赶到现场后 以便安排法医对现场进行勘查 以便对附近村民进行调查 经过警方调查 死者名叫王科秋 1964年出生 根据村民讲述 王科秋在村里非常另类 此人不仅会唱跳 还会rap 并且近几年还紧跟潮流在抖音上开启了直播 并且已经成为一名拥有三万粉丝的大主播 我都还没有三万 请大家帮忙点点家号 咱们继续说 村民说王科秋为人和善 没有与人结仇 所以村民都不知道他为何被害 接着在现场的民警发现 案发现场是一栋两层的小楼 王科秋住在该栋楼的二楼 警方通过楼梯上到了二楼 警方进门一看王科秋躺在自家卧室的地上 并且衣着完好 受害人的颈部被一根数据线藏绕 随后法医鉴定结果得出 王科秋是被人用数据线勒紧脖子 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在7月16日的凌晨两点左右 警方查看房间 发现房间并没有翻动的痕迹 而且室内也没有打到痕迹 由此警方认为王科秋是突然被人杀害的 于是警方认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随后警方发现 王科秋的两部手机和钱包都被凶手拿走了 然而其他的东西并没有拿 除此之外 警方还发现王科秋家的院门完好无损 侧边的楼梯是唯一能通上二楼的途径 而警方调查得知这扇门只有王科秋有钥匙 此外警方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 也没有发现可疑足迹 那么凶手是怎么进去王科秋的卧室的呢 随后没多久 警方在王科秋家外墙上发现攀爬的痕迹 此外警方还在二层窗户上发现撬压痕迹 而这个窗户的隔壁就是王科秋的卧室 由此警方推测凶手应该是从一楼用工具攀爬到二楼窗户边 随后撬窗进入 并且警方认为凶手能够非常迅速进去其卧室作案 此人应该对现场情况非常了解 那么警方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王科秋的前夫蔡友方 据调查蔡友方今年58岁 是棉河村村民 现在经营一家豆腐厂为生 同时他也是本案的报警人 经查蔡友方和王科秋在2010年就已经离婚了 但离婚后两人多次发生矛盾纠纷 严重的几次甚至还闹到公安局去了 此外 蔡友方和王科秋离婚时达成协议 这栋二层小楼以楼梯为界 蔡友方住下面 王科秋住上面 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所以警方认为蔡友方具备作案条件 于是警方立即将蔡友方带回局子喝茶询问 蔡友方称自己虽然与前妻王科秋多次发生矛盾 但也不至于下次狠手 此外 处于工作的原因 蔡友方称自己每天凌晨起来做豆腐 并且还要将豆腐送去市里 每天大概上午9点回家休息 随后警方为了验证此人是否说谎 于是立即调取了蔡友方家附近的视频监控 监控显示 7月19日凌晨2点 蔡某就驾车去市区送货 随后在上午9点从市区返回 警方通过对收获商户调查 得知蔡友方确实是去送货了 因此蔡友方嫌疑被排除 蔡友方称她当天回来后就睡到下午2点 但是等她醒了还没看到前妻下来做饭 觉得很是奇怪 于是就上楼查看情况 打开门一看 前妻死在自家的卧室里 于是立马就报警了 随后蔡友方给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称前妻王柯秋在近期迷上了抖音直播 而且直播时间都是在凌晨时分 蔡友方称自己当天去送货之时 还听到王柯秋在楼上直播 因此警方认为王柯秋是在蔡友方出门后才遇害的 但究竟会是谁要对这个三万粉丝的大主播下此毒手呢 随后警方接着对监控进行查看 发现在案发前夜的11点多 一辆可疑的红色四轮车来到了王柯秋家附近晃悠 然后该车在16日凌晨3点多又从王柯秋家附近开回市区 接着该车驶入108国道 随后在一个村道口消失不见 警方觉得该车非常可疑 因为农村里面深夜很少有车在村里进出 并且该车在深夜的4个小时内一直在王柯秋家附近晃悠 于是警方以便追踪嫌疑车辆 以便调查王柯秋的社会关系 警方首先开始对王柯秋的直播回放进行查看 发现当晚王柯秋直播时 在直播间痛斥一个网名叫好男人的人 说此人在网络上诬陷诽谤他 并且还呼吁看直播的人举报此人 随后王柯秋一直直播到16日凌晨2点多 但他下播后没多久就遇害了 由此警方觉得这个好男人非常可疑 于是着手调查此人 然而就在此时 警方接到村民提供线索 称王柯秋在不久前谈了一个男朋友 并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村民们都没有见过 唯一见过这个人的就是王柯秋的前夫蔡友方 随后蔡友方称王柯秋的男朋友个子不高 说着普通话应该不是本地人 但是他不清楚这个男子身份信息 警方根据这条线索认为 凶手很有可能是王柯秋的男朋友 于是警方立即开展对该男子的身份调查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追查凶手之时 德阳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称在德阳火车站附近 发现一辆许久未曾开走的四轮车 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该车车钥匙也没有取走 报警人称他认识这辆车 这辆车就是他一起干活的工友王明泉 警方通过仔细观察该车后 发觉这个车和在王柯秋家附近出现的车高度相似 更奇怪的是警方在车上还找到了 王柯秋的两部手机和钱包 经查四轮车车主王明泉1970年出生 辽宁省隋中现任 他是2018年来到德阳打工的 得此消息警方立即赶往王明泉住处 但当警方进门后发现此人早已逃之夭夭 并且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 随后警方立即对王明泉家中进行搜查 在其家中发现了类似王柯秋的同款数据线 于是警方认定王明泉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且已经逃跑 于是警方立即制定抓捕计划 并且以四轮车为中心开始对四周监控进行调查 随后没多久警方在监控视频中 看到一个可以男子在火车站附近出现 接着该男子就上了一辆出租车 没多久警方就根据出租车车牌号调查到了车内监控 根据出租车司机讲述 王明泉在绵阳火车站附近下了车 之后不知去向 于是警方立即组织信息研派 发现王明泉从绵阳坐车去了广原市方向 警方查看此人路线一直向北 于是初步认为此人应该是想逃回东北老家 警方通过他逃跑的时间和线路分析 此人很有可能会在西安站转车去东北 于是警方在16日晚上紧急布控警力 连夜赶往西安火车站进行布控 警方通过对车站调查 发现西安站最早的一班车是早上7点去往秦皇岛 于是警方兵分两路埋伏在售票大厅 大概6点40左右 一个乔装打扮的农民在售票厅 称要买一张去秦皇岛的车票 警方立即警惕起来 你跑我追 你跑得掉吗 四周埋伏的民警蜂拥而至将此人抓获 然而此人在被抓时还在说女主播直播不开美言 还真的服了这个老六 那这两个远隔千里的两人是怎么产生交集的呢 随后警方通过审讯得知了王明泉的作案动机 王明泉称自己因为人丑遭到自己老婆带旅貌 然后王明泉夫妻两人就离婚了 这件事也让他消沉了几年 然而人到中年一个人独自生活很是难受 随后没多久 他就在抖音直播间上认识了王柯秋 王明泉听到王柯秋的唱歌后 就直接对了几个嘉年华过去 王明泉立即成了榜一大哥 王柯秋见此立即和王明泉加了微信 并且给王明泉安排了一波福利 他们两个在网络上聊得非常合得来 聊着聊着两人也了解了家事 没曾想两人都有一段的失败婚姻 相同的经历拉结了两人关系 然而就在此时王柯秋就突然说要去东北看榜一大哥 但当时的王柯秋已经把大哥刷的嘉年华全部花完了 王明泉听后 想都没想又在他的直播间对了几个嘉年华 王柯秋如愿来到了东北与榜一大哥见面 见面之后两人相处得很愉快 于是很快就结了婚 但是结婚的钱王柯秋一毛钱没出 另外还拿走了酒席收的钱 但是两人结婚后没多久 王柯秋因受不了东北的生活 就提出说要回四川老家 王明泉见此不幸被迫将自己的所有家产贬卖 跟随王柯秋去了德阳生活 但是两人到达德阳后的生活并没有王明泉想的那么美好 两人在到达德阳后就一直吵架 并且王柯秋在2019年春节也没有和王明泉过 之后王柯秋更是将王明泉的微信和电话都拉黑 随后没多久 王明泉得知王柯秋春节竟然是和前夫一起过的 于是一气之下去王柯秋家里找他说理 但是正巧王柯秋不在家 王明泉见到了他的前夫蔡友芳 当时蔡友芳和王明泉说自己与王柯秋离婚 就是因为王柯秋赌博输了几十万 王明泉听后恍然大悟 于是就在7月15日晚上计划着找王柯秋说理 王明泉再去的路上发现王柯秋在直播 于是就在直播间怒骂王柯秋 王柯秋受不了 于是进行了反驳 这让王明泉越想越计 于是等到王柯秋下播 蔡友芳出去送货之时 王明泉就沿着围墙到达二楼 接着撬开窗户进入王柯秋的卧室 将正准备睡觉的王柯秋用数据线勒死 接着他就开启了逃亡生涯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警方就在案发后一天就将他捉拿归案 随后没多久 王明泉被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蒋力身腿瞪眼完一例 自此故事结束 屡屡在此告诫各位吕宝 不要被直播间的美女颜值吸引 也为知人知面不知心